那我請教一下這一個尾名 剛剛講到美國的房地產事實上 非常的熱 那在台灣其實炒房也很熱 可是中國的狀況是地產泡泡 一個一個爆 對沒有錯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在這邊 他的房地產的 不管這些房企 其實他們很多都是一個一個這樣子爆炸 為什麼 因為中國政府 他們自己就提出來三道紅線 那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中國這些房企都是用高融資 高槓掌的方式再去操作的 再加上我們看到十四五計畫裡面 他就講了住房不炒 房子是拿來住的 不是給你拿來炒的 所以我們就看到他的股價 在最近真的是非常的慘烈 特別是包含我們看到了昨天 這一個賀堅 他在他的工作會議上面講了說 中國明年可能還有雷要爆開 而且這個根源是來自於哪 也是來自於金融 特別是在房地產的這個領域 所以其實他們一直說 我們要穩什麼 穩什麼 他們一直在講穩 偏偏就是不穩 那另外我們看到 其實今天世貿集團的股價 真的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暴跌 那他在短短一天之內 居然暴跌了將近20% 他短短一年裡面的股價 已經折掉了76% 世貿也是中國很大的房地產集團 他也有很多地產開發 飯店酒店等等 對他其實是什麼房地產都有開發 那其實我們看到從恆大開始 這樣子一路倒一路倒閉桂園 還有到現在的世貿集團 其實都無一倖免 那像我們看到他的股價 真的就是一路的往下跌 包含像是中國恆大今年的股價 也已經下跌了將近九成 非常的可怕 快要變成壁紙了 那我們看到融創中國也是一樣啊 他在今天一天就下跌了12個百分點 那另外他今年的股價跌幅 也是非常驚人啊 那我們後面還有像是碧桂園啊 然後我們看到像是花樣年 他們的股價其實跌幅都非常的深 也凸顯了出中國的金融 還有包含就是房地產這個地方 確實有壓力 那另外我們除了中國以外 還有台灣剛才都講過了嘛 那我們看到全球的房地產 也都是一樣的狀況 特別是我們看到的全球啊 就是麥肯其他公布了一份新的報告 說其實在過去二十年裡面 我們全球的淨資產增加將近兩倍 在兩千年的時候啊 我們全球的淨資產 大概是一百五十六兆美元 但是在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居然膨脹到了五百一十四兆 那其中啊有六十八百 也就是將近七成 都是房地產 所以其實啊 在這個地方 大家就開始擔心 是不是房地產要泡沫化了 那除此之外 中國一直說我們要超過美國 我們要超越美國 那他們的經濟體還沒超過 但是啊 他們在這個房產的資產規模 居然超過了美國 因為美國 中國他在淨資產兩千年的時候 大概就只有七兆美元 到了二零二零年 他已經來到一百二十兆 但美國卻只有九十兆 所以這個地方他也確實是贏過了美國 另外啊 我們看到了最近中國的房企 連環爆炸以後 那其實國外的這些基金啊 他們都告訴中國 就是經過調查以後 他們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 不會去增加 中國房地產的持股比例 這些產品他們不會去買了 那其實我們看到中國政府 他們在國內要先維穩嘛 所以說這些美元債券 都是第一個苦主 不會先還債 那我們除了中國以外 韓國也是非常的慘 韓國的房價漲幅 居然創了十五年來的新高 那像剛剛高超哥講的 這個叫做時速列車 沒有錯 那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給投資朋友 看一下這個示意圖 其實我們從經濟原理裡面 來看的話 我們很明確的可以看得到 需求跟供給 那供給這個地方 很明顯的 因為韓國他們政府 他的文在寅上任三年裡面 居然經歷了二十四波的打房政策 但是他們的股價 他們的房價居然是不跌反漲 而且漲幅居然超過五成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而且韓國的房地產沒有打下來 但是文在寅的民調被打下來 被打下來 沒有 因為房價真的太貴了 而且他們的租賃方式叫做船市 他們不像台灣繳房租 他們其實是押一筆 非常高額的保證金 然後他們在接下來的時間 是可以不需要付房租 就是付一些基本的水電管理 但是因為房價 但是他2021年的保證金 已經拉高到四百多萬 對啊 因為房價漲這麼多 所以保證金也是往上拉 那你一般年輕人要租房子的話 誰拿來四百多萬的現金 根本就租不起啊 他們用這種方式就是希望可以存到頭期款 可是他們連這個保證金都交不出來 所以就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韓國政府他們打房的政策 真的是這些官員說 他們的經濟學原理被盪掉 因為他們畢竟就是供給跟需求的問題 但是他們是提高了 所謂的綜合所得稅 房產稅 那這些投資客 他們也不是傻傻的就是被課稅啊 所以他們就開始去拉高房價 然後導致整個房租也是跟著上來 那除了韓國以外 其實歐洲的房價也是在標 像是德國的央行 也在這邊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房價已經偏離基本面10到30個百分點 那我們看到英國的部分 其實房價也是增速非常的快 年增率來到8.2% 也是15年來最高 再來我們再把眼光看到澳洲 澳洲的房價更驚人 它的年增率居然高達了18.4% 創了32年來新高 那最主要一樣供給不足的問題 所以導致房價節節的攀升 那另外它因為這麼的火熱 所以連一些破爛的房屋 沒有天花板的啊 沒有牆壁的 沒關係這個房子多爛都沒有關係 它還是可以賣到一個上千萬元的價格 為什麼 因為大家要的是那塊土地 它想住雪梨 它把上面的房子拆掉重蓋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現實生活中 既然我們買不起土地 那我們就到元宇宙裡面去買嘛 所以除了現實的土地啊 土地狂飆以外 再來元宇宙裡面的價格也是狂飆 上個月啊 這個虛擬土地的成交金額 居然高達了2.3億美元 啊 這麼高喔 非常高喔 這個金額其實很驚人 而且一個月就增加了七倍 所以這是一個趨勢 代表大家其實在現實中買不起土地 就跑到元宇宙去買土地 這個另外一個趨勢 就是熱錢真的太多 我們稍後回來